一位女孩子量身定做的店 我前天去朋友的餐厅吃饭 一进门她妹妹刚好也在 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 我怎么一刷到你的视频 你就在吃拌面 你为什么天天吃拌面 我当时一体验则话我都不愿意了 我天天都只能吃得起拌面是吧 那汪上天天一群跟后边说 你天天都会吃拌面的也都算了 这还有显示里边铁链开的大咧 不总今儿个我必须得给我自己整命一下 这好好安排一家伙 找他一千块钱吃 随便你吃了你看你吃点啥 我就不点了 你把你们家特色的给我安排上就行了 随便点不差钱好吧 能吃完主要是 我这个人比较能吃 好好好 钱不是问题 好好好 其实很多没来过新疆的朋友 就觉得夺命大乌酥就是这个 其实乌酥在新疆还有很多种 你看这比如说还有这个小麦白 乌酥存生 还有一种绿乌酥 还有一种黑皮 乌酥黑皮也有 我平时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小麦白 它喝起来有一股老冰罐 化在啤酒里边的感觉 挺好喝的 今天是开车来的 整个大窑吧 这个大窑好像是内蒙的饮料吧 在新疆也特别火 配着烧烤嘎嘎攒进 这个是新疆的特产 奶皮 它里边是不含酒精的 酸酸甜甜嘎嘎捷 烤皮花 这你们家特色是吧 特色 这个猪蹄是先卤过之后又烤的 表皮烤的很干 他们家烧烤的味道很重口的 咸香辣 咸香辣 噢呀 我觉得她们家口味很多女孩应该都特别喜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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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老板买单 再不要说 我天天就会吃板面 今日消费 我天天赵 杀